接下来我们进到课本的第四页第五页 各位可以看到课本的左右两边 他就用了两个 都是两个message 左半边这个message是来自一个Ivy 这个女孩 我们先看左半边这个Ivy 她在前面的message有告诉你清楚的日期 是发生在May 29th at 10.30pm 是在5月29号的晚上10点30分 她发出了这样的一个send a message to the friend 她寄出了这样一个讯息给她朋友 我们先看第一个句子 I went out with Joe today 我今天went out 各位有没有看到实态很重要 她虽然是今天 但是出去的行为已经发生了 在她打出这个message之后 这个之前她其实已经go out with Joe 她已经跟Joe这个人出去了 所以这个出去这个事情早就完成 她用过去式 went out 其他原型动词是go out with someone so I went out with Joe today 我今天稍早的时候在早上 I went out with Joe 我跟Joe出去约会了 go out with somebody 各位可以帮忙把这个句型帮自己做整理 go out with somebody 就是跟某人出去 那这边的出去是指约会的意思 好 I went out with Joe today and before the day I though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between us but now I'm not sure 好在这个还没有出去之前 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一个网友 他们是那个net pal 就是网路上的认识的朋友还没见过面 所以其实呢在before the day 各位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个女孩子 她是充满着很多的幻想跟兴奋 对不对 before这个字是介细词 来这边写上去哦 这边是一个preposition 它是介细词的意思 介细词有个特质 就是后面必须加名词或ing 在我们这边它是加了一个名词 片语名词的时间 叫做the day 所以before the day 就是在我们这个约会之前 其实I thought 我认为 I thought that 我认为一件事 什么样的事呢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这里是个字句 老师用这个中瓜糊 从这个there was something between us 这个是一个我用中瓜糊 刮糊起来的一个字句 这么长的一个字句是当做受词 主词是I 动词是thought 以为 他以为一件事情会发生 那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好长的句子 这件事情是一个好长的句子 我们就可以用that来做连接 而且这个that也可以省略哦 好 所以before the day 在我们两个人见面约会之前 I thought that 我认为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那我们两个人之间应该有什么吧 there was something 应该有些什么吧 betweener 在我们之间 but 但是当我们两个真的见面了 but now 我们约完会了 are and not sure 我不确定了 所以各位没有看到有两个动词 第一个thought 这是过去式 它这里用过去式 但是现在呢 它用现在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but 前后的两个动词的文法是不同的 前面是呢它还没有约会之前 它当初是以为 它的当初是指它还没有约会前 所以那时候的以为它用过去式 但是现在此时此刻 它在寄出这个message 讯息的时候的现在呢 它用的是现在式 所以你看一个句子呢 它用动词的时态 来告诉你它的想法的先后时间顺序 它之前以为 但是没想到约会完后 现在的感受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文法 第一个是I think 这个think的用法 我们知道think这个字呢 是一个完全极物动词 什么叫完全极物 也就是说它后面一定要加受词 一定要有东西 你一定要告诉别人你认为什么 这个什么要写出来 所以这种动词呢 它如果后面一定要加受词的 我们就会说它是一个完全极物 就是完全要加上东西的 这个极物的极就是加物品 就是要有一个受词在后面 所以完全要加受词在后面的动词 我们就要完全极物动词 好所以我认为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 这里的这个句子的受词呢 不是一个单字 而是一个很长的句子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 是一个很长的名词子句 它用that来做连接 那这个that可以省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老师这边的 I thought that 这个that可以省略哦 那后面加的是一个好长的子句 这么长的子句呢 是受词 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两个动词的用法不同 第一个thought是过去式 第二个m是现在式 我们看来解释 动词用现在式 还有动词用过去式 是为了表示呢 两个时间发现的 发生的时间顺序不同 所以接由这个but来告诉你 前后所发生的事态不一样 告诉你它们发生之前 然后没想到见面之后 之后的感受 所以有一个thought跟and的这个差别 时态的不同 Jo and I met on an application and we really got along each other online 我们等下来